新北市树林一处文创工厂 在今天中午惊传大火 整个工厂陷入了火海 还伴随着爆炸声跟浓烟 消防局抢救还顶急的呼吁附近的居民不要外出 不过还是有邻居疑似吸入了浓烟 身体不适而送医 另外桃园有体育用品店也传出发生火警 一度有六个人受困 所幸最后平安脱困 工厂陷入火海传出爆炸声 消防赶到场洒水灌旧 不过这浓烟大到惊人 放眼望去殉状黑烟直窜天际 画面好可怕 消防一到也紧急疏散员工到空旷处 新北市树林区一处两层楼工厂 在五号中午左右传出火警 整个厂房复制一具浓烟太大 还一度传出是隔壁清洁机工厂期货 扑灭后才发现是文创工厂 虽然没有人受困 不过附近一名住户疑似吸入浓烟 身体不适紧急送医 至于起火原因还有待厘清 而同一天桃园市中立区也经常火警 附近民众焦急到不行 眼睁睁看着对面体育用品店 窜出火蛇心急如焚 还有民众拿着灭火器要紧急救火 我拿灭火器去喷了好 我喷了两瓶的灭火器 然后它越来越大没办法 没有人受伤啦 上面有六个人 一度有六人受困顶楼 警销道场将火势扑灭 顺利将人引导下楼 索性都平安结束一场湿巾 其为原因火钓科人员还要查 接着新北桃园综合报道